黑色,哈哈,好像是灰色,不是黑色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今天讲一下究竟黑色的水晶手链带多少条蚝呢 基本上所有黑色系列的水晶手链 我都会建议带在右手边 很多人会问,Peter Sir 那我应该要带多少条在右手那里 黑色水晶其实一条就够了 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可以Picture,挡灾 去排走身体的负能量,为什么在右手呢 因为我们的肝也都在右边 它很容易将那些负能量排走 好了,黑色水晶,例如黑耀石 好了,这个是黑发症,黑超七 但是有时候黑色的水晶都不可以带在右手 为什么呢?原因我之前视频都有提及过 例如粉色系列的水晶手链 你带在左手就用来吸引人缘因缘 但是当你找到目标心仪的对症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调转,带在右手 去吸引你的目标回来 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右手最好就不要带黑色水晶手链 因为怕那些黑色的水晶手链 负能量会感现到旁边的水晶 那是不是代表在这段时间不可以做到辟邪挡灾呢? 并不是的,因为辟邪挡灾 并不是黑色系列的水晶专有的 以下两种都可以做到同一样的效果 例如天铁,我自己都带天铁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外太空的银石 它不是地球的产物 它有很强大的能量的power 它可以帮助身体强壮和去除病气 带天铁是一个极佳的护身符,辟邪物 亦都可以用在不同的电动颜色 亦都可以更改它的频率 例如我有讲过,有银色、金色、玫瑰色 与我们的身体在不同的七轮位置 可以做到一个对应的 第二种就是力泥 我自己当然有带 力泥是泰国三大圣物之一 还有它有师傅加持开光 它有超强能量 亦都可以改善人的磁场 可以驱魔、辟邪、保平安 它造成这个吊嘴戴在颈上 就非常之安心的 甚至有人客带了,帮了它很多 也有传说,用了它都枪不入水火不侵 有不少顾客也都反映 带了力泥之后 它的链无缘无故是断开了 尤其是在医院工作的顾客 原因是只要它碰到负能量 它就会马上产生防御作用 抵挡负能量 所以十分很神奇的 就算你马上换另一条颈链 它都会出现同一个状况 所以我建议大家 配戴黑色系列的水晶的时候 一条就已经很够了 当你发现你的黑色水晶 这个有所谓的白点 或者它的颜色好像暗咬 灰灰的 或者它的晶体有些无法 我建议马上就要更换一条 因为这个都是一种负能量的大征兆 代表它里面已经有些不好的能量 去到很高的水平 而令到水晶产生这个变化 一般来说 黑色水晶有使用期的 会比其他水晶短的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 耶耶 4月份的过程已经爆满了 我为了答谢各位的粉丝支持 现在加开4月13日和22日2日 如果之前没有报名的朋友 快点进来报名 Peter等你